这是我第一次为动画片配音 蛋糕 我太喜欢蛋糕了 我爱死它了 感觉很兴奋紧张刺激 刚配了一小段以后觉得特别的好笑 我觉得因为这个不太懂 所以现在它在我心里可能比相声要难一些 因为笑声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最难的 但是今天配音以后 因为它要卡时间钟 还要那个配合情绪 然后因为我配的角色比较多 所以可能还要就是变换各种声音 但还好就是我们有一个很不错的导演 一直在旁边教我指挥我 人都想回到过去 我要跟十年前的自己说 我说少吃点饭 因为十年以后可能会变胖 你为什么就说不出好笑的话 我觉得这个思路和我们本身想的就不一样 平时都是人养小狗 然后这里是小狗养人 是啊 怎么到新疆去了 你倒是谁就让我能开心的是 然后这一次黄渤来配它的那个什么 所以我自己就是有满心期待 大家好 我是黄渤 那这次特别有幸在天才眼镜狗里边 这个配演了一个天才 很简单 什么我观察了下水道景儿之间的剧名 推断出断头台下面正好有一个 这次我有幸在大家之前先看到了这个精彩的动画片 当然也希望这个动画片可以在这个春天在电影院里边给你带来一个愉快的两个小时的体验 配音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作吧我觉得 因为你的面部表情你的双手都是一个动画人物 你看放在一块是不是一样的 可爱 这个眼镜 我觉得戴上去应该一定很可爱 虽然没有镜子 但是我觉得看见了它我就感觉看见了我一样 还有一个希望可以自己领导大家的一个小女孩 还有权威性的一个小女孩的话 那么她说话一定是很大声的 就总感觉她是一个领导者 一时我还知道孟娜丽莎为什么会笑 因为她看见了可爱的天才眼那狗 在这部片子里竟然让我看到了一个我一直梦梦以求 却永远都触摸不到的东西 时光机 我想要回到我犯错的地方 所有的犯错地方 我再重复一遍 然后就是把犯错的地方都改过来就好 电子你的手好冷皮波的先生 圣门那不是我的手 有了我们的天叉眼镜狗 还有了我们这么多的人物角色 还有了一个神奇的时光机 一定是一个很酷的旅程 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走去女院来观看这个很棒的电影吧 干得好 看来我们就是那个玩笑的结尾了 三月二十八日不秀春运